热转硬有色差吗?两个因素影响热转硬色差 热升华转硬技术是只将颜料转化为气体并渗透在成硬物 使热转硬出现色差的原因可以分为转化前、转化后 转化前是指印表机在印刷转硬指时设定的色票颜色出现色差 转硬后则是墨水着陆的成硬物材质或颜色差异 造成颜色和期望有所差距 今天一生将透过两大因素来说明主要造成色差的原因是什么 1.底裁颜色 印之前请先确认底裁颜色是否为白色 若为其他颜色则容易造成色差 如果希望有背景底色 建议在列印转硬指前一并设计于图稿上 并使用白色的底裁降低来降低热转硬色差的可能 2.自定义列印设定 根据印表机的型号 品牌或墨水品牌不同 都可能产生色差 建议根据每家印表机自定义列印设定 比对各款印表机的色票色差 弹性调整设定值 便可大幅降低热转硬色差的可能性 若要避免热转硬色差问题 最主要关键是选择品质优良的热转硬机 一生提供多种热转硬机 能让您在转硬产品时拥有最优质的色彩表现 若您对热转硬机有兴趣 欢迎让一生为您服务哦 一生成立超过20年 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 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 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 包含UV直噴机 雷射雕刻机 热转硬机等印刷设备 拥有专业售后保护团队 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 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 欢迎找寻MRT品牌一生 免费服务专线 0800-520-005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